哈囉 大家好 下午好 不知道我突然對學生講好緊張 很久沒有對學生分享 我突然發現 今天不是我主要講創業這個主題 就前衛講者幾乎把它講完 講得非常好 我有看沒什麼特別需要這種關係 我等一下會講比較多 所謂創業現實的這件事情 因為我可能比你們大了一點點 我是有中年學弟嗎 終於看到我學弟好開心 我是110年就畢業了 所以我應該大你們的技術有一點多 然後我是練畫學系 所以我那時候2010年年底我就開始創業了 那時候的創業環境其實跟現在比真的是 不是那麼的好 對 那我覺得大家就是 現在很多人都還在念書那些 可以很珍惜 就是現在大家有比較好的環境 你不管是要去找你的合夥的partner 或你要找資金找資源 其實都比我們那時候 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找 那我那時候 2010年年底我是先開始做 所謂的氣管顧問 開始做教育的訓練 就是像 教練這樣子辦活動 我們那時候其實台灣辦活動的人企不多 大概比較多的都是一些政府單位 那後來就是有再去做一些所謂的傳統的生意 那現在有在金鐘刊還有其他一些地方寫專欄 那如果有興趣可以讓你們看一下 好不打廣告 就是大家可以上網看一下 搜尋我的名字就可以看到了 好快速跳舞 好那接下來就是要講就是創業這件事情 那我剛剛看起有蠻多人就是關鍵字 真的都有講到創業 也有些人真的已經有在執行 那現在其實大家比較有在講創業 通常都是講一些所謂的新創的startup 就我們可能做一個網路服務 我們做一個平台 我們提供一些現在的問題的痛感去解決 那除了這一塊的創業其實還有很多比較傳統的創業 可能是他可能是去做傳統的經銷貿易 他可能開一間實體店面 然後就像很多人都喜歡開咖啡廳 咖啡廳就是很多年輕人開的夢想之一 現在好像已經沒有了 我現在調查民宿已經漸漸超過咖啡廳 大家又要又想開民宿 沒有人想開咖啡廳 因為發現咖啡廳實在太貴 我有一個朋友在台北開咖啡廳 初期就先花了大概快300萬 所以那個資金規模其實跟其他比起來 現在已經多很多 所以其實創業他本來就有分不同環節 那我想要講的是說就是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創業現在是一件很潮的事情 就像以前都在 就是我們都會每個年代都會開始吵幾個問題 就同學之間都問說 你有沒有用那個或你有沒有去哪個 你有沒有參加哪個活動 你沒有去好像感覺就 好像跟別人就是沒辦法融入 像現在就開始講說你有沒有去實習 所以前面就有講到說不要為了實習的實習 那現在也有很多人都會說 你有沒有想要創業啊 然後你有沒有參加 好像參加iSA也是嗎 現在剛剛問其調查比較沒有人是在iSA 可是我身邊大概十個 大概有七八個朋友全部都是有參加過iSA 對那 我們都會有很多那種 覺得好像是這個時代一定要去做的事情 那當然創業他本來就是 他是一個選擇 那他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只不過是說 我們真的有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當初到底去做的理由是為了什麼 當然我當初其實並不是說 真的一定要創業 我那時候 我是念化學系嘛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有沒有是念化學系 好 剛剛聽見到好像是沒有 化學系是一個非常非常 非常無聊的一個科系 應該感覺出來 對我們就是一個 大家說明的那種理科的宅宅科系 然後會在學校穿的時間 一直走來走去 所以我們系 通常女賽都不太喜歡 那我那時候就只是會念化學系 就是我跟很多人念大學科系的原因一樣 就是剛好分數 化學填在最前面 分數都最高 所以就先上了 對那 我們家又是一個蠻傳統的家庭 化學系 這麼傳統科系 感覺應該蠻好找工作 對那 所以我們就還是先 就是對父母期待盡了一些心力 所以我就還是把它很順順的念完 可是其實我對化學期 並沒有太大興趣 剛剛為什麼會講到化學系這一個 對那就 我們其實要去做的事情 就是大家要可以去看一下 到底原本 去做創業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麼 我那時候做教育培訓的事情 是因為我想要學創業 那我們那時候其實在教育也是這一塊 那剛好 我那時候有認識了 會再做這一塊的教育培訓的老師 那就開始有剛才一些合作 所以其實我本來就有想要去做 做其他事情 那這個等於只是我一個 我在去做其他事情的一個過程 跟一個學習的階段 因為每個人都會有自己想要創業做的事情 那如果真的還沒有確定要做什麼的話 那我是覺得真的不一定要茂芽就划創創業 因為像我自己大學 畢業就開始去做創業 之後我就發現其實 你沒有在職場做一些累積 其實還是會有一些它的缺失在 就是你可能你認識的人 或者是你會接觸到的單位 或者是你會累積到一些資源 其實在你直接去做創業 跟你去不管是小銜公司上班 或是大銜公司上班 會有一個就是落差在 那這些都是大家可以到時候 如果真的你業以後 有要去考慮說創業是一個選擇的話 那可以去想想說這一塊到底 在你現在去做的成分的比例是有多少 那我覺得創業就是大家會有 自己想要的一些目的跟原因 那有些人可能是想 像你說像假如是一樣 他創造他重新定義了手機的使用方式 他改變了就是大家對於 這一個產業或這個產品的一個認識 那有些人可能只是為了去達到自己的目標 就像有些人反而就是想要開咖啡廳 那開咖啡廳當然就是一個對的選擇 那有些人想要做民宿 那他去做民宿當然也是一個對的選擇 那有些人是抱著去實現自己的目標去做的 那有些人當然比較直接 他可能就是為了收入這一塊的事情 那像我們 我們畢竟已經出社會 那我現在是 我七星也是 所以我現在大概是二七歲 對所以 所以我們比較現實的你要去考量到一些 跟你的收入有關的事情 因為可能不管是男女生到二七六八歲之後 你可能會遇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可能你會有結婚的問題 再來你可能會有小孩的問題 再來你可能會面臨到父母退休問題 可是不是每一個家庭都是父母退休以後都是能夠自給自主的 那如果你在前期這段時間 能夠有比較多的機會去嘗試過其他東西的話 那或許那時候你們不會直接以賺取收入為很直接的目標 可是如果是以後到比較年長的情況去做這些事情的話 你可能很明確 你就是必須有一定的生活開一下要去就要開不掉 所以你們看得到這個比較淺的灰色的字嗎 那我們就這樣子 那我下面寫的是 我有些想法 但是很多人都會說我有想法嘛 可是我沒有那個也沒有這個 那到底要怎麼去開始 那這兩個空格就是大家自行套路 就是我沒有資金我沒有人賣我沒有資源我沒有合夥人 就是我們總是做很多事情都會有我們自己的理由嘛 那就像我們前面會講的講一樣 其實有時候你真的有想要去做什麼就直接去做就好了 因為真的沒有所謂準備好的時候 因為本來創意這件事情就會這樣 你不可能等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到位隱層來去做 而且你永遠會覺得好像就是還差那麼一點 欸我現在還少一個part 我覺得我是不是應該再多累積一點 我的準體驗以後再去做 或是我是不是應該先去洽談好什麼事情以後再開始去做執行 可是真的沒有所謂已經準備好的情況 那如果我真的什麼都沒有的話 那我到底剛開始要先做什麼 你就要做的事情其實很簡單 你就先把你要做的事情先把它量化 比如說好就像你可能要做了 你可能要開一天公司 你可能想要做一個網站 或者大家想要做一個服務之類 那你會需要多少人 那這個人如果大家都是你基本公司去算 那可能一個月的開銷多少 那你是加上所謂基本的 勞健保 然後所謂公司登記 然後額外開銷稅務 那乘以基本上我們都會抓 你如果真的有要去開公司執行的話 那你至少要準備12個月的執行 就是你可能燒一年才有可能 燒出一個有可能損一兩坪的結果 那如果你平均 你是四個人的團隊 你可能說你22K 你再加上勞性保障 就是其他的開銷 總統你算10萬就好 那你乘以12個月就是120萬 那有沒有準備好這120萬去開 做這件事情 那這可能還不加上你如果不是做實體商品 你如果是做實體商品的話 你可能就會有所謂的貨物做轉金 你可能會有所謂的第一期的交貨成本 你可能會有所謂的上架 通路費、行銷費、推廣費用 那其實就會有很多性的衍生性費用在 那當我們開始把這些事情量化以後 那我們就會很明確知道 我們在什麼階段 必須要先做到哪些事情 才可以達到我們後續所有的規劃細節 比如說現在是7月 那我可能預計10月 或是我12月什麼東西要上線 那我就知道我9月的時候 我哪些東西要到位 那我可能8月的時候哪些東西要到位 我7月的時候什麼東西要到位 那如果這些東西有開始delay的話 那等於是你一層一層都會一直往後延當 所以當你把很多細節 跟你要做的事情量化以後 就不管你是用寫下來的 還是你是用圖像式的方式把它記起來的 那當你量化以後 你就會很明確知道 你現在到底還差了些什麼 或是你現在到底適不適合做這件事情 還有你現在到底還需要再準備哪些東西 因為想像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不知道到底你還差多少 比如說如果我們都只想像說 我們要建融站 我們要開一間店面 我們要開一家公司 可是我沒有實際去精算過 到底我到底這中間過程中 我可能會產生的衍生性費用跟開銷哪些話 那其實我們永遠很難去執行第一步 所以當我們再去做這樣子 確認的過程有一個好處 你就會發現說 我是不是真的很想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當你有把事情電話以後 你會發現那個事情的難度就會很具體 就你可能就是 你真的就是需要多少的 最少的多少初十世紀 你可能才做出你的MVP的產品 那你最少需要多少的 一個怎麼樣的資源或認識到哪些 才有可能才有去執行一件事情 那量化以後 當你發現 這件事情 有可能就 不一定是你現在想要做 有可能是你現在 真的不適合做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不管有沒有真的有要去執行 那都要試著去把這件事情量化 那你會更知道自己到底現在 是不是可以開始去馬上執行 你現在想要做的 不管是目標還是夢想 那我覺得不管你沒有什麼 至少動手開始做一些畫圖或什麼之類的 這些都是可以做的事情 你總不可能每次遇到朋友 然後要找他一起做 然後你都只跟他投訴 說我有一個很棒的ID 你要不要去加入 這是不是聽起來很像詐騙跟戲劇 對不對 我現在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你要不要一起 共創美好的未來 對 聽起來就很有說服力 可是如果你寫了一個 你說十多頁的Proposal 或是你做了一個Proposal 你可能沒有很多頁 十頁二十頁 那當這些東西都很具體化以後 別人才會覺得說 你有一個好的規劃 那我跟你一起去做這件事情 我才會比較放心 可以跟你去做 那創業就是真的不是一件浪漫的事情 就是像前面我們其他有提到一樣 就是大部分的公司其實他存活時間都不會非常久 對 那我自己開過幾間公司也收掉過幾間公司 不是開過一間收掉一間 是開過幾間收掉幾間 對 所以代表就是有蠻多不好的經驗 那我們可能自己在做員工 或你說在做不是這間公司負責人的時候 我們可能想到事情大概就是這件事情 結果可能我的配合有多少 我的福利有多少 我可能 我的上班時間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可能比較會去關心這件事情 應該是外面在下 龐大的補償 那可是當你成為就是一間公司的負責人的時候 尤其你做的東西不是 就是像現在比較大家是靠 不是以民利為目標 或是比較不是以特別賺取收入的目標 你可能會要想到的事情就非常多 你可能會想到公司所有的支出的開交 你會想到員工的問題 想要福利的問題 想要辦公室的問題 像很多人都會覺得 現在很多新創公司的辦公室 就看起來很漂亮 那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就是一些新創公司早期的辦公室 有些其實就是非常的可怕 就是非常的擁擠 因為初期創業我們都會想像 好像很浪漫 坐在一個很大的辦公室 有一個很漂亮的落地床 對然後外面太陽灑進來 然後樓層至少大概20樓以上 我剛去 我有在關鍵裡面往洗專欄 我那時候去他們第二個辦公室的時候 在101旁邊 一個兩旁一廳 然後客廳至少就坐了 20到30個人 對客廳 你想像兩旁一廳的客廳坐20到30個人 然後每個人坐上一台電腦 然後我就想像 因為這跟 就是忠職我寫的文章的想像 好像不太一樣 對可是其實 初期真的不是這麼 我可以再接兩分鐘 可以 所以其實 創業其實真的會有很多現實的問題 那因為我接觸的產業 也不是像現在大家比較 講的說 Start 或者是一些網絡 那有一些比較傳統的商品 跟你會 要跟實體 同路商 或是貿易商接起來 那 你會遇到很多 不是那麼近能力的狀況 就像我也去過就是 勞資調節庭 對 有調節勞資的問題 就雙方做下調判 然後有個調節員 會在那邊幫你做調節 然後我也收過 法院的傳票 就是 就是有人告你 對 那你必須出席 就是去解釋一下 對 那當然不是所有的公司 都會遇到這些事情 但 我要講很現實的 就是有可能會遇到這件事情 那這些東西 那 基本上 不是所有人都會跟你講 因為大家還是比較會喜歡講 比較美好的一面呢 當然有些事情 我不需要它發生 不過當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還是得 想辦法去解決 那這個 應該我不用多說 反正初期就是非常美 對 那這件事情 大家一定要有很認真的體會 如果真的能去做創業的話 好 那 如果你剛開始 其實沒有很多資金的話 其實就像大家 前面講的就是 你就是把手弄髒 你要去做很多事情 所以你不管是做 你說把握什麼一件事 或者是你說 不管是做行銷公關 文字工作 媒體 然後科服業務 然後組織之類的 那這些其實 大多數的東西 其實都是 沒有 剛開始其實 大家職務 你說掛的 很明白說 他是做CEO 他做CTO 他做公關 他做設計 他做coding 那實際有在做的人 就知道 其實這些全部都還是會交織在一起 你可能還是會去負擔到 其他一些你必須要做的事情 那這個是 在當你創初期的時候 很容易會遇到的狀況 那 我們都會走進過這句話 成功 就是一個成功公司 他底下 是採了非常多屍體 你可能是 跟你的3F 就是所謂的 那個 Friend 然後Family 還有那個 傅偶就是笨蛋 就是 用你拿錢給你 你拿他的執行器 結果第一次沒有成功 結果你後來拿別人 資金成功 那個笨蛋就是被你踩在腳底下死 然後他還是你認識的朋友 如果 大家 你不是用權重物資 或是你不是用 權重物資基本上 你是拿別人的錢 一樣道理 只不過那個人你不一定認識 你就會發現Facebook永遠搜尋不到麻辣 有些那就還是有點多 這些可能都是以後會 你會面臨到的一些事情 那我覺得中間最重要的其實就是 就是人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人不合真的是什麼都不合 就是我們都會講說有天使滴滴人和 我中間以後我就發現只有我們人和這件事情 就是人和人和 還有人和 你天使滴滴遇到問題 你有好的合夥人 你有好的team 你們可以構體時間 然後一起把這個問題解決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真的會造成非常多的困擾 所以我其實還是蠻建議說 如果剛才有創業真的是 還是不要獨立創業 那你還是必須去找合夥人 因為其實我們多數的人 就是擅長的領域可能就只有一兩個 我們真的不是很厲害 對 就大概就剛開始就差不多就像這樣 對 那好的夥伴基本上是能夠幫你解決的問題夥伴 他不一定知道怎麼解決問題 他會想辦法去做 可是當你遇到一個人 他不斷地幫你製造問題 然後不斷地去 產生更多問題需要讓你解決 這個時候其實就要開始考慮說到底 你們是不是能夠長的小力合作的一個關係 因為 反正就是道不同不相為謀 不代表我們在這個 這一塊領域或我們在做這件事情 不可能 我們以後就沒有其他的合作機會 那有時候 我們本來就會面臨到說 活潘有難來去去的 那這些是 我們在創業過程中 活潤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這個我覺得比較少聽到有 創業的人跟你講就是 創業真的是一件非常孤獨的一件事情 即便你有一個好的活潤 或是你有一個好的伴侶 就不管是男女朋友或者是 就你已經結婚了 可是其實很多事情 就是 有些事情就真的還是沒有辦法跟他講 對 你可能 你可能是男女 你可能是夫妻創業 那店面公司突然有問題 老公趨於薪貸50萬 可是不想要讓老婆關心 那你覺得他一定會跟他老婆講嗎 其實說真的有時候 很多人會選擇不講 對 因為講了可能會 就不願意下去再做 或是會有其他的一些考量 所以其實 儘管你有非常 close 可是有非常多的時間 你還是必須會跟自己相處 所以 真的有在做的話 你會很慢慢太習慣這件事情 像我以前 最常 就是一個人的時候就 可能晚上 就是12點 都在公司看著窗外的夜景 對然後不然就去河濱公園請假設 然後看電影永遠是一個人去看電影的午夜場 對因為 通常都只有那個時候有空 然後你也不知道要找誰 因為要嘛就是 大家都 還在 就是有些 都睡覺 那你說有些 是上班的朋友 他可能隔天要上班 你也不可能找得出來 所以其實在很多狀況 你不一定 都能夠跟你的朋友分享 還是有很多時候 你必須自己去承擔 那我覺得 剛剛前面我們有 有講到說 其實我們 我覺得培養運動習慣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有一個 良好的運動習慣 能夠去讓你做一個 紓壓的部分 我自己去打球 對所以現在右腳有點痛 因為現在打球拐到 不過這是我的選擇 就是我們都會有一個 需要讓你去紓壓的方式 有些人可能就是像我講的運動 有些人講的可能是唱歌 有些人可能是做其他的事情 那大家都會有自己的興趣所在 那 我覺得去培養一個 長期的興趣 能夠去讓你釋放出 釋放你的壓力 那這個是 一定要去做一件事情 因為很多時候 當你不知道壓力要怎麼去釋放的時候 你可能會去做很多一些 錯誤的決定 那這些決定可能會導致一些 不好的結果 那當你在做你喜歡做的事情的時候 你或許可能就可以 換了壓力 排泄掉 然後之後去做出一個 相對應 比較應該是這個時候 應該要去做了一個 選擇 或是決策 超過了有點久 這個快結束了 對 最後就跟大家講的一樣 就是 不要害怕生驗之影 因為 失敗生驗之影反正就是 很正常 對 我以前曾經跟別人介紹 就是想說 就是 就像剛剛介紹的一樣 我現在有兩家公司在身上 可兩家公司都在虧錢 對 就是 失敗真的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那真的不要害怕失敗 對 那趁著現在可能 我們多數人都還不是那麼年長 對 我們機會成本很低 我們有很多 我們有比較多的時間跟 機會成本去做很多事情 能真的 可以趁這個時候開始去做更多的嘗試 好 最後一頁 那這是我每次都放在最後一頁一句話 我覺得 我很喜歡他講這句話 就是 我們人生到頭來 我們的選擇會決定 我們是什麼樣的人 那我們今天不管是選擇 創業 或者是 不管我們選擇上班 或者是我們在 這些構成中 做了什麼一個抉擇 會塑形 我們這個人的形 這個人的形象 在別人眼中 是怎麼樣的樣子 那 基本上 這件事情 你會慢慢變定型 那我覺得 做抉擇的 條件就是 你不扣著女心 你決定你以後希望在別人的 心中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那我覺得當你覺得這樣子是對的以後 那我覺得你去做這個抉擇 那就 去做 那之後就想辦法 把你做這個抉擇 想辦法堅持到底 然後做到最好 那這樣就可以 那我今天分享到這邊謝謝大家